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熱意烈的掌聲 歡迎延長靈先生上課 大家好 你認識得我嗎 Hello 有沒有人認得我 你認識了嗎 如果我們現在看信報 都要看《星條龍果》 我確實有個欄 星島有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會有雜誌 跟市場裏面的教授分享一個欄 另外就是有一個叫創業 教室那麼上下的事 每個禮拜都會訪問我 我特地請 你自然不用介紹我了 因為我要自己介紹自己 不銷售自己的話 怎會有低成本 又高效益呢 這個示範表演 在這裏介紹一下 我做了三十四年廣告 做了二十多年的管理公司 又做了一些品牌顧問等等的事 諸如此類 那都怕是一個阿伯來了 那就是 阿伯就沒有所謂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與時並進 就等於大家做生意一樣 因為 這個世界在不停地轉 如果你打算 只是我以前那一套 是不是會 下一年就得 明年又或者是 下個月 旁邊開了一間店 又會不會不行呢 所以 我們是要講 與時並進 一一進步 我四本書 這本現在可以賣 不過 都不便宜 一百零八元 這個是 大陸出版的 那 有四本書 我希望多出幾本 我的計劃是一年出兩本 好了 以前介紹呢 除了 就講到這裏 就講完了 不過呢 現在介紹呢 還要多一件事 就要告訴大家 你上網搜尋一下 看看這個人是阿水 那 幸好呢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 都和我同姓同名 或者是叫KME 那 我搜尋到 這個是 前幾天的結果 五百九十七萬條 如果看完 都派了很長時間 好了 今天的話題 我們呢 又講一下 傳統的方法 又講一下 網上的方法 又講社交媒體 社群媒體 是 一般 如果說要講 分開一個表 逐項地講 大家就會欺負眼分 所以我就不採取這種方法 我呢 就採取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嘟嘟嘟嘟 在轉 我們 用 沒有什麼錢做宣傳 這個話題 來開展我們今天的討論 傳統媒體 網上媒體 社群媒體 究竟 是不是沒有什麼錢 或者沒有錢做的 都可以使用呢 我今天呢 會分開 五個題目的 第一個題目 叫不要洗軟往前 大家 大家有沒有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有自己做這個推廣計劃的 沒有 一位 大家都不做推廣計劃 上來聽聽 然後就搞定了 嘩 真的 期望很高 多多一點都會做的 會不會 你有沒有印過傳單 有沒有人連傳單都沒有印過的 沒有做過的 赤舉手 於是人都有了 你說呢 同一個問題 是否要用兩種不同的方法去解決 你有沒有印過 有了 有了 是了 有沒有人 在網上有 Facebook 或者是 網頁的 你公司 先頭有了 馬上多了 你說沒有 沒有的請舉手 沒有的 原來又是網 又是全部都有的 我當是這麼說 好了 有沒有人 常常會做廣告 發覺要付冤枉錢 沒有的請舉手 即是個個都會付冤枉錢 不是吧 有的請舉手 啊 幾好呢 原來真的有的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怎樣冤枉法 做了男人想要的效果 沒有冤枉錢 做了但不到想要的效果 就是冤枉錢 哇 那這個有難度 即是你來聽完這個演講之後 發覺 都不是我想聽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都是冤枉啊 是否有些難度 這樣 看看你那個 看看你那個期望 是不是合理 什麼是期望合理呢 如果你登那個報紙 如果你登完之後 你希望那天會排長龍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比預期更高的期望了 如果希望 就是你登完報紙之後 希望 等一會兒我們會講一下 你登報紙有什麼要注意啊 你是希望呢 可以 有得 三幾個人 打電話來問一下 那這個是合理期望 一個都沒有呢 就不大合理的期望 那真的挺冤枉的 那你說 喂 那原來 做廣告原來就是這樣的效果 那又真的啊 原來呢 現在這個世代呢 做廣告不是那個效果會很高的 那除了先後那位 那位之外 有沒有試過做廣告 其實那些效果不是很高的呢 有 可不可以講一下你的例子 你 譬如 都是 可能我是網上的 那可能 你下了去 你預期可能 那些 Facebook的Fans 那可能會很想聽 那可能就沒有反應 你試試現在再下 Facebook的Fan 不升發跌 都有機會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Facebook 大家 大家有沒有日日去檢查 我已經檢查不行啊 我每天 如果我要日日檢查的話 我要花一個小時 才看得完 別人傳給我那些東西 因為我大概有 即是太大的話卡 那就很輪盡的 那現在是漸漸呢 就要留意了很多東西 我們說 不要花冤獲錢 第一 有沒有聽過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東西 叫三個C字啊 沒有啦 沒有啦 有三個C字 大家聽過啦 但是那三個C是什麼字呢 咦 中間那位 這個大眼鏡的男士 很英俊那位 有東西 有東西發表 是 你可不可以知道 第二個C是什麼 Company Company 中 第三個C Company 即是你自己啊 這個呢 在Marketing的講法呢 叫 三師鐵三角 這個鐵三角 這個鐵三角是我安的啦 這三個C很重要啊 第一就是 你要知道你的客人 顧客啊 第二要知道你的對手 第三要知道你自己啊 因為 你知道客人 你知道對手 但是你不知道自己 有什麼弊處啊 你會洗大了 或者洗小了 通常都是洗大得多 我了解的 所以呢 如果 你做任何生意呢 其實 都是要知道 你自己啦 你的對手啦 以及你的 顧客的 尤其是顧客最重要 那我容易記呢 三個C 我希望大家 就算不記得其他 那些都記得這三個C 因為你做生意呢 你一定 你做每一件事的之前 你都應該想一下 咦 我的客人是誰呢 我的對手是誰呢 跟著我自己 是不是有能力 去做這件事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東西來的 哪個是你的顧客啊 地區性 年齡性別收入 喜好消費習慣 有沒有人能夠告訴我 他很知道自己的顧客是誰的 不能夠的舉手 就是人能夠啊 就是人能夠啊 多好呢 你的顧客是喜歡舒服的人 請問你做成行嗎 做發浪的 難怪不得這麼有型啊 OK 我去幫助你有沒有折頭啊 有 有 挺好 我想掩援他 隨時歡迎 好 好 你知道你的客人在哪裏住嗎 沒錯 那他的年齡性別和收入呢 靜悄悄告訴我們 你會跟他搖頭啊 沒錯 做發浪真的挺好的 請不請人呢 我聽過說 很難請那些幫手洗頭那些人 尤其是最低工資出了之後 沒有人肯做 是不是 一向都難 那他們是什麼年齡群 男多還是女多 還是 好 收入很好的 還是一般收入的人 是 是 都知道 你在哪個商場 黃大仙 黃大仙 我聽說 他們雖然收入不算高 不過花錢也不算多 收了很多 黃大仙那些舊區那些 是不是 是的 那哪個年齡群 你那個商店那裡最多 哪類最多 中學生最多 OK 寫字流的 OK 年紀大那些 五六十 都不算大了 黃大仙 可能有些七八九十 你最歡迎是哪些客 最歡迎哪些客 最好美就是那些 我也知道 好啊 那他們 喜歡什麼 你知不知道和他們聊這麼多 這個 當然 他們會跟你說什麼話題 會說家裡 還是會說男朋友 女朋友 沒有啊 如果未熟的話 當然是說一些 可能語話 語腦啊 Facebook Whatsapp Line 零訊 YouTube 大家給點掌聲好不好 為什麼我浪費時間去問這位朋友 貴姓 你 Mr.Ben 是 他這些問題 其實這個是一個 給大家一個 一個 一個 印象 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客人是誰 你看看他知道得多清楚 是不是 他還想著 怎樣和別人溝通 那些客人 那些客人是否經常會回頭 我們去令那些客人 是經常回頭的 有什麼好處 不用找新客 還有你不要忘記 尤其是在一個 好像屋邨的環境 熟客是否更重要 那些新客很多 更重要不要走 本來 對了 Ben哥真是 不用了 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 哪些客人 跟推廣很有關係 你會不會走去 登一個 廣告系 或者做任何的推廣 不是想針對你的客人 只要你不是針對 你的目標客戶 就在那裡 在花冤枉錢 對不對 好了 誰是你的對手 這次找第二位 這位先生 你好 是 你做性行 都是做上行 那不問你行不行 你不要介意 我問個 問個第二位 請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請問這位小姐 做性行 服裝 服裝買服裝 是 有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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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誰是你的對手 好像很容易回答 這個問題 其他服裝 很多 不是領會說控制住那些 他們有一個很巧妙的安排嗎 都有的 都是十間八間 即是跟你這麼常下賣那類東西 類型 類型不相似 OK 好 有沒有做食肆 做食肆的 是 這位灰色 這個 哇 是很帥的 朋友 有 有很多食肆 你附近有很多食肆 你是做粵菜還是甚麼菜 中式茶餐廳 茶餐廳 中式 那你不買一些類似西式的東西 都是 一般香港的茶餐廳 大概有多少個對手 十幾個這麼厲害 你在哪個區 葵方 有十幾間的 那大家想不想打倒他 打倒人自己可以 當然想 阿Ban哥說沒甚麼可能 想是主觀願望 當然可以想一下 但是 現實是否那麼理想 又不是那麼理想 其實 其實 消費 你不要以為 只有 例如服裝店 只有你附近那些 是你的對手 有 講一下為甚麼 我特地問飲食業呢 其實你想想 一個人 一天吃三餐 在家裡的時候 很可能是吃夜晚那一餐 或者是 星期六日那一餐 就是 茶餐廳 茶餐廳 可能天天有些人來 吃早餐 我每天都去去 下面吃早餐 可能就是 要找這些人 但是 你想想 吃早餐有甚麼選擇 但是除了茶餐廳 喝茶可以嗎 是吧 去吃 痴飯 喝豆漿 可以嗎 去吃竹麵 可以嗎 是吧 有一個名詞 叫做競爭五零 是好 競爭呢 是有五種競爭的 第一 就是 你的同業 就是你隔壁左右那些 大家都去茶餐廳的 跟你競爭茶餐廳的生意 這個放在中間 跟著呢 你的供應商 有時候會跟你競爭的 他如果 將那些價錢 提升啊 或者是說 我不供貨給你啊 都試過了 那是不是令到你的生意受損 這些都是競爭的種 還有啊 你的顧客 如果走在一起說 我們需要減價 或者我們 如果你不減價 我就不做了 或者是不搏襯 那也是一種競爭來的 你的顧客都可能是你的競爭 還有呢 就是 如果隔壁又開到一間 新的叫做 潛在 供應商 本來隔壁那間 是做開茶樓的 變成了茶餐廳的話 你又多了一個 潛在的 進入者 然後呢 還有些替代品 我才提到那些 食粥啊 食麵啊 喝茶的那些 也是茶餐的 替代品 是不是 競爭原來很厲害 很多東西競爭 哇 我要講快點 因為 我講一張sign 如果要講那麼久呢 我們可以 講五個小時 大家都不會想聽 五個小時這麼久的 我知道 好了 跟著自己的能力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 營銷的能力 正種是營運的能力 營銷能力 包括做什麼 你做這個生意的策劃 營運的能力 包括了人力物力 系統等等 那這三樣東西 大家都知道 是要認識的 要知道的 不是呢 你就在洗冤枉錢了 那你說 喂 很多時候 我們去做推廣 會經過一個媒體 是不是 一個媒介 媒介 通常會收你的錢 也都留意 這個這樣的圖 在媒介那裏 亦都是 它的對象 是不是你的對象 如果你做茶餐廳 你會不會在 頭條日報那裏 賣個半版廣告呢 如果你只有一間 就一定會 但是如果你是 茶餐廳的茶餐廳 超技 或者新超技 可能會想的 是不是 因為你各區都有 然後 你的內容 我們先說 一個問題 什麼 說 賣個報紙 可能只有幾個人 會有反應 那是不是很差呢 但是如果你的內容 是很吸引的話 他可能真的會來排隊